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一次举办的课程的部分 在我这边负责的是有关于两个主题 其实今天的整天我们谈的都是店长 店长这个主题 他们每个人都签到 我要去哪里签到 签到的地方是在 如果你是用电脑的话 右下角那边有一个留言的符号 你找找看就可以进去里面签到 那我就继续 因为我们既然叫储备老板学校 其实它的限电范围 就不见得只是开电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所以我这边其实这个礼拜 跟下个礼拜分享的各式一个主题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店长 使用店长学 那我自己个人本身的主要资历 其实也都是在连锁店这边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 那以我们连锁店的这个专业来讲 其实大概以后可以把它简单化一点的去看 有时候我们不用把问题看的太复杂 其实连锁店它充其量 它其实就是两套的这个know how而已 就两大套 一套呢是单店的经营 意思就是说 我就算是Seven 现在有6300家店左右 那6000多家店 它其实是有一家店一家店组成的 所以它的第一套的这个know how 其实就是单店的经营 每一家店看要怎么把它经营好 这件事情是它的第一套的know how 那依此办理嘛 然后接着就把后面的这个每一家店呢 都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去经营 那当然这过程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因地质疑 必须要去做的变化 那当然有 我们想想看 如果以便利商店而言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那这么多分布服务员这么广 那就算我们台湾并不是面积很大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这样来看 北到南 其实还是有很多消费习惯 风土人情上面的不同 东西也都是 所以 对于 对于 这么多的这些消费者的 购买习性不同的情况底下 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商店的生意的时候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 用完全相同的这样的一个 服务方式 达到相同的品质 大家仔细去听 所有的服务方式是我们能提供出来的 所有的服务品质是消费者的感受 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让不同的消费者有相同的程度 或者是相同的服务品质的感受的话 那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方式呢 就绝对不是自视化的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今天在南部的话 中南部的话 因为我本身是云林人 那在云林那边 其实讲台语啊 反而是比较正常的 那平常讲话讲国语 或者是这个 当然现在也都蛮普遍的 那但是坦白说 如果你遇到一些比较年长的顾客 你跟他讲台语反而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就讲说 以口语化的这种语言来讲的话 那你的服务就不一样 那当你全部通通都是用国语去讲 那甚至于呢 你很多台语是听不懂的 当然人家也不会介意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提供的这个所谓的服务的品质 就是在顾客感受的部分 就会变成是有落差了 所以 就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学管理啊 学到最后就会发现说 最能运 如果你全部把它拿来运用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教小孩其实也是 因为面对着 以连锁总部的角度 面对着每一家店的店长 他的个性通通都不同 对不对 那他们对于啊 命令的这种执行啊 执行度 当然也都不同 所以 连锁店管理里面啊 我们已经非常的习惯 你看啊 我们从北到南的商店对顾客 既然是这种状态 那相对的 我们啊 从总部啊 去对门市端的每个店长而言啊 那方式也当然就不能一样 所以我常常会跟 只要是做连锁店管理的这些干部们啊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现在有十家店啊 你要让十家店执行同一个命令的话呢 你可能要用十五种方法去沟通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同一家店同一个店长 你可能必须要用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 去跟他沟通 他才会达成你要的结果 连锁店绝对不是部队 部队都没有办法一个口令 完全一个动作了 对不对 如果那么那么容易的话 那部队也不用训练啊 主要就是一个口令 用一个动作这件事情 其实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 其实它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都会误以为 这件事情好像应该是就要这么做 公司管理其实也都是啊 你底下有六个部署 或者是你当老板 你有六个员工 状况也相同 你都必须要用超过六种以上 甚至于更多更多的方式 去对每个员工去讲话 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得到你要的相同的结果 管小孩 有没有发现 其实也类似 对不对 我们在带小孩其实也都是这样 那 以前都误以为啊 诶 讲一个动作下去 所以我们家那两个小屁孩 就应该乖乖听话相同的动作去做 后来就发现 那才有鬼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那小孩如果这么听话 就 那个天下太平了 好 那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先跟大家 我们 其实简单的 这种架构先有了 那先有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要去学习的时候呢 就会变得比较单纯了 那 所以 连锁店里面第一套 就是单店 单店怎么去运作 那第二套的 其实当然就出现在连锁店的总部 所有连锁店的总部 那 这个连锁店的总部呢 我会说他其实是一个 复制的一个 一个装置 什么意思呢 因为 其实单独一个总部 它是 不会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 你没事开一个连锁总部干嘛 如果都没有店的话 这个叫 连锁总部单独存在 除非 你先成立总部 然后后面呢 你要大量的展店 不然这个总部存在的也没意义 对不对 所以总部的存在呢 其实它是被动存在 意思是 它是因为连锁店 对单店的需求而产生的 好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 所谓的这种掌控中心 不可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连锁总部 它最重要的是要来做一个 我刚提到 所谓的复制 你总部你必须要先形成一套的 单店的运作的 弄好 对不对 再把这个专业呢 一个一个复制到各个单店去 那让每个单店呢 它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营运规模 那让每一个去管理这些单店的人 也都有一个方式 可以来依循 那这样子呢 整个连锁呢 就是才会连 就是连就是串连起来 锁呢 就是有所管制 你才会在串连起来的同时 又有所管制 而不是呢 开了三家店是三个样子 三种服务 三种产品 三种不同的装潢 那这样其实我们只是会说 你是同一个老板底下的三家店 他其实不叫做连锁 OK 所以连锁总部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 他是拿来做这个所谓的复制 复制 那我们谈到复制的时候 就必须要去谈一件事啊 就是你要复制 总要先有一个版本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本身呢 要有一个复制的设备 那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形成 所谓的复制 好 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这种概论 概况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个人本身的基本资历 大概就是在 都是在人所店里面服务 那 那 就是 我大概在连锁店上班超过20年 那目前 主要的工作呢 是在做连锁 连锁店的这个顾问 那 连锁店顾问其实就是 指连锁企业的医生的意思 那所以医生这边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第一个你要诊断病情嘛 也就是说你要去做所有的企业诊断或商店诊断 那这个是我平常工作的一部分 那诊断完之后那是不是要去跟业主这边报告 跟他讲说你现在想什么事 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那我的讲法跟你心里的这个认知呢 到底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你想想看人家有时候管他的公司已经20年了 那他公司的问题怎么可能自己会不知道 只是他现在没有能力解决而已 对不对 或者是他有所难言之隐啊 没办法处理 这个难言之隐其实非常多 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家族企业 那家族企业里面势必 里面可能有老公或老婆 或者是小孩或者是长辈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以他的这种又是扮演亲戚 又是扮演公司的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就很多事情是不好讲不好下手 那由顾问这边来讲就会比较的顺 那所以就发现说我其实还必须要把很多问题的处理 那我一开始先跟大家比较仔细介绍我的这些工作内容的目的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让这整个的这个学习啊 更有效率更有效益的话 那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我讲的这个内容是你们需要的 而你们也真的有去在这个地方去学习到 那因此呢 课堂上的这个互动 我会建议 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那知道这一方面呢 可能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先把我的这些专长 我先跟大家说以及我工作内容跟大家说 那有任何的 我专长能服务的范围里面的这种提问呢 我都随时可以去做回答 好 那我们我们门市的这个主管 就是店长的这个课程 原则上我在外面讲课的话 大概会分成这三个段落 那坦白说 店长的这个内容 绝对不会只有这三个段落 这么少 不可能 有没有发现这上面完全没有去提到 任何的产品制作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开餐饮的 不管你是开首要饮料店就好 首要饮料店的饮料制作 这件事情有没有很重要 有啊 可是你看我课程里面 有没有写这些内容 完全没写 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只有在这个所谓的 通责的部分 去做一些分享 而不是去把那个 你整个连锁店的这个所有训练 店长的训练都包含在里面 其实只有9秒1秒 我并没有故意把店长的这个内容 讲的很复杂 可是呢 坦白说店长的那种真的不少 你想想看嘛 一般的如果你 现场你曾经有开过店了 就会了解 你要培训出一个完整的店长 能够独当一面 然后承担所有的这些重责大任的话 那要多久 我们就这样想就好了 你要多久 那为什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久 那代表一件事 就是 要当你们的店长没这么容易 对不对 所以 我不太可能 有这样的一个野心 期待今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能把店长这边该会 该懂的东西 有办法全部讲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会提一些比较 常被问的 或者是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呢 也希望跟大家介绍一点点 基本的架构 所有的基本架构 就让你知道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当一个店长的话 他的範围有哪些 那你就可以往这些范围里面去增加知识跟尝试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上课的这个目的 那此外呢就是 现场我相信有很多的先进跟伙伴们 你们可能现在正是在开店的人 那有可能 未来想创业 那有可能纯粹学习 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目的 我都会非常建议你今天早上到中午吃饭 放饭前 就是现在还有两个多小时 对不对 我们只要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呢 你能够抓取一到两个知识点 拿来做运用 我认为我今天早上的这个任务就达成 我说的是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反正你要给自己交代很简单 就是你今天早上听的话里面 你只要听到一段或两段 你觉得这个知识点是很好 你把它学下来 然后呢 未来可以拿来运用 我个人认为这样 其实一个早上的学习就很划算 好 那门市主管的这个课程啊 首先 我们会先讲的是店长的职责 跟门市的管理 我们先把责任区划分出来 对不对 那第二个部分呢 既然是门市的店闸 业绩就不得不谈 那我知道谈业绩可能会很多人就会有那个压力 如果你今天是在门市上班的人 可是我们不谈业绩压力更大 对不对 就像一个家庭也一样 你要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辛不辛苦 辛苦 压力很大 可是话说 如果你连要怎么努力啊 意思就是说 或许你现在想找工作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或者是你想赚更多的钱 那问题是 赚不到这个钱的时候 的那个压力 其实是更大的 对不对 有事情做 然后把它忙完 这种压力跟想做 但是没办法做的这种压力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面对 有机会可以赚取业绩的时候 认真的去面对 然后把业绩赚到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是 你只要把它达成 不只是压力会不见 其实有压力 你要透过你的实力的这个展现 然后呢 这个压力解除的同时呢 它会变成你的那个 扎扎实实的这种实力跟能力 那这样子你的信心呢 就会不太一样 那第三趴呢 其实会讲 店长养成 就是培训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课程呢 只有安排六个小时嘛 那六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尽量把可以讲到的部分 我们都把它讲到 但是 或许只是会 某些部分我会挑重点的去点到 这样 好 那 那 讲到店长呢 是商店经营的联魂人物嘛 我们说一个面包店 或者我是以面包店当例子的 我们说一个面包店呢 或者是一个零售店 或一个餐饮店 其实都一样 除了餐饮的这个产品品项 你要制作以外 其实你还要去做到经营与管理 才能够真正的获利生存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门市管理 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 包含了三件事情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 首先第一个事情是 所谓的这个产品的制作 产品的制作 那如果你今天是餐饮业或烘焙业的话 你势必有产品制作这件事 可是如果你是零售业的话 在这个业态里面 我们不做产品制作 什么是零售业 比如说我坐边 我随便拿一个东西 可能大家看镜头会看得到 这是一个定书机 对不对 那这个定书机出现在 文具行里面的时候 那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制品 那因此就是 它只是加上一个毛利 然后销售 那这样的业态 我们称为联寿业 那这个我在下个礼拜的课程里面 会仔细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等于是在品牌设定的时候 我们来谈这个才会比较有一个主题相关的 比较相关 但是我刚刚提到 门市跟总部 它其实是不可能分开的 因此也稍微做介绍 那属于零售业里面的像文具店 或者是服饰业 服饰店 那还有像那个 日用百货等等这些非常多的 它只要进货的时候是商品的 好 所以简单的说呢 那前面这一句话前段这里讲的就是商品 你的你的店的一个主要要卖的这个实体的商品 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第一个 你要看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看的重点是 还要做到经营跟管理 经营跟管理 那所谓的经营 其实讲的就是业绩的增创 业绩的增创 我们对任何事业都一样的 所谓的经营跟管理两个面向 很多人把经营管理经营管理 挂在嘴边上讲 其实它是两件事 经营我们的定义它是一个增创业绩 增加跟创造业绩 也就是说你如果经营一个事业 你要怎么增加你的事业 扩大你的事业版图 扩大你的事业版图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经营 那什么是管理 管理其实管理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你的成本的管理 成本的管控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费用的管控 那成本就是所有制作 像例如说餐饮 饮料店 你这杯饮料里面 这杯手要饮料里面 你里面的内容物 还有外面的这个杯子 吸管 包装袋 提袋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成为费用类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都叫成本类的东西 那费用类的东西呢 就是电租啊 人事费用啊 水电费啊 那或者是一些装修过程当中的这些设备啊 的折旧摊体 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费用 因为你经营商店难免 一定会有像那个 就是你虽然不卖沙拉托 但是你会不会有沙拉托 会有抹布嘛 菜瓜布啊 扫地用的用具啊 这些 那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 所以我们就成为其他费用 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 所谓的管理呢 是控制成本跟控制费用 这两项能做到的其实都是减亏 减少亏损 好 那讲到这边你就知道说 当然这句话里面它其实包含了就是 三个要素 一个是产品 产品 产品要像样 对不对 不然怎么卖得掉 那第二个 你像样的产品 你是不是要想办法去把它推广出去 哎 产品不是生产就好 产品做出来的目的是要卖掉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做了一对产品堆在那里 没什么 你真的要把它卖掉才有用 所以是精盈啊 你要去推广 捆冒出去 然后呢 接着你要去管理你的成本 跟你的费用 那这样采用真正的获利 所以你看单单纯的一句话 有没有一点学问在里面 还是有的 那这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种管理啊 就是管理 其实就是所谓的门市管理 因此我们今天 谈的这个内容 主要是做门市管理 门市管理 那我们搞清楚今天的这个 谈的结构的时候 这样就知道了 那店长主要工作就是做门市管理 对不对 那我在这边写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商店经营这个行业哈 其实又等于立地产业 又等于店长的产业 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讲说开店呢 就是选对地点 就是成功的一半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曾经有听过的话 就不陌生化 不陌生化 所谓的开店成功的原则里面 第一个原则就是location 就是地点 第二原则呢 也是地点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第三个也是地点 意思就是 选对地点就是成功的一半 那成功的一半几分 就是50分 对一半就是50分嘛 那你只有成功一半 这样有及格嘛 听说不及格 对不对 只有50分 那另外那50分呢 来自于哪里 就是店长 所以商店这个经营啊 等于立地产业 等于店长的产业 原因就在这里 那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看好了 其实12月份啊 还会12月10号 11号那时候 还会有一次的这个联锁加盟展 那如果有关注的伙伴们 可能也会知道这个展 那这个展 其实它是可以免费锁票的 你可以Google一下 可以拿到可以免费锁票进去看 那因为现在疫情比较缓解 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展览 现在都哇 人挤人 很可怕 要去看的话 建议你不要礼拜六礼拜天 可以的话 你抓平日的时间去看 那它通常是礼拜五六日一啊 所以 可以礼拜五后 选择礼拜一去看 这样人会少一点 像这两天啊 在南港 是马外边啊 就是 是年度最大的那个 咖啡啊 酒啊 还有那个茶类的这个展览 那当然有一些相关的餐饮设备 也有展览 那这个展览其实蛮盛大的 真的有个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那只是说真的很急 人太多了 那每年呢 我去看展 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这个在我们商业经营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不管看这一类的这种展 或者是说看连锁展 我们通常在看三件事 看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今年整个来涉摊的这些 那个店家 以连锁店来讲就店家 那以其他行业的话 可能就是厂商别 你看一下大部分 就是这些厂商的这种占比是什么 比如说店家 你就可以看一下 奇怪 今年都是饮料店 今年都是哪一类的店这样 居多 那你就知道说 那个现在大家都要开什么店 都要做什么东西 这是整个 面向 第二个部分 你当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 新的产业 新的 产品 或新的营运方式 在进行当中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可以看一下 一些你耳熟能详的这些 连锁 或者是说 你要看的那个展的那些品牌 他们有没有推出新的服务 或商品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看展的一个方式 那其他我觉得是看看走马看花走走这样而已 那 好 那我们会说 又是一个店长产业 为什么 因为 你一个 一个电脑的成立 随便你要200万 对不对 那 嗯 200万可以买什么车 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有你自己想要的车款 那 但是简单的说 200万车已经是不错的车了 至少还买不起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来看 那一台200万的新车 那这个什么叫店长产业 就是如果在你的品牌里面 这个店长 连店长资格都还没有考取 他都还没有拿到这个店长资格的话 甚至于他不熟练的话 就代表什么 他其实是还没有拿到驾照 或者是他根本没上路过 不太会开车的 欸 你就让他开着这台新车开出去 你觉得这样好吗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 那为什么 我们又会让 这些完全不熟练 甚至于 连店长的基本的 考核都没通过的 这些员工呢 就把你的一家新的店开出去 是不是不太好 就是给大家做参考 因此呢 店长绝对是商店经营的灵魂人物 那 店长不仅要会做销售 制作商品 他要从事内控 人事管理 甚至于单店行销 无所不包 对不对 那 那个 开店呢 我们也总是要那个 看一些那种可爱的图片 对不对 他们这种小朋友的一日店长的 这种体验 你看两个联手都有 那或者是开咖啡店 也是自己当老板 或者当员工 其实都是 那都是当店长 都是当店长 可是就是无所不包 所以店长你要会的东西真的很多 那 我们 再来简单看一下 既然店长要会的事情这么多 那我就把店长的这个职务跟权限 大概做一个整理 随便这样列一列都这么多条 对不对 相当多 你要从门市营运管理项 人员管理项跟一般管理 我们就把它简单区分成三大块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么多种主题 那这每个主题 其实都是重要的 都是重要的 那这个主题 已经是被整理过 已经是被整理过 然后呢 再把它列进来的 比如说营运预算以目标的计划 有没有发现 刚刚这一项 我们其实下午要讲的 就业绩嘛 对不对 那发注技巧 盘插管理 发注技巧讲的就是 发注就是指订货的意思 订货技巧跟盘插 就是在做商品管理 对不对 那第三个 贩卖出境活动执行 就贩处嘛 那第四个就是商品管理行销推广 那这边就是商品管理行销 这个跟这里的贩处活动是不同的 一个是promotion就是做那个 sales promotion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做那个商品的管理 商品管理就是 如果单店来讲就是所谓的定进消退存 定或进或销后存或那些的这种管理 那公司端的商品管理 比如说商品结构调整 那这个讲起来 听起来你就觉得商品结构调整 现在是在说什么 对 感觉那个有点深度 其实我们也没有把它 不用把它想到那么好难 就是换季 就这样 你就想平常换季 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品结构调整 可是一整年里面 不是只有季节转换的时候 我们才要做商品结构调整 对不对 你像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是服饰 在这个时间点我去卖那个短袖 对吗 好像很不对 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卖那个大衣长袖 那你不是很浪费你的那个销售机会吗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所谓 商品结构调整 那更不用讲说很多这种商品结构调整 它会出现在不同商圈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 从北到南 我常常会举便利商店当例子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以前自己也是便利商店这个行业的人 所以 有时候在 我并不是在讲别人 其实那是在骂自己 对不对 因为你数落自己给别人听 基本上就 就比较不会有所争议 我也是这一行的人 我并不是在轻视我们做这一行的所有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是便利商店 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商店 现场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去便利商店过的经验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讲别的行业别的时候 或许 譬如说饮料 手牙饮料店 好了 我到这个年纪 我还会去买手牙饮料 其实主要的原因都是出在哪里 一个可能是小孩想喝 另外一个就是 我就是去看见证店 去看这个新行业 或是这个 就是工作的关系 我自己其实不太合的 坦白说 那你说 为什么你特别讲这个年纪 我已经50几岁了 我已经快60岁了 那我们看 这个年纪会是手牙饮料店的主要的消费族群吗 其实不是 手牙饮料店的TA 他其实就集中 所以主要消费族群 大概就是 在30岁以下 顶多到30出头 这是他主要消费族 不是说其他的年龄层都不会买 而是主要的消费族群是年轻人 那这个是他的定义啊 就是这个这个产品的定义 定义的很清楚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他的产品的这个范围 好 那我们这边我们就不要再一项一项 细项呢 每一项这样去去讲 因为时间上面呢 也是不允许 但是我主要跟大家讲的这几个项目的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是在经营你的商店 你的连锁的花房 那你必须要去看状况 并且量力而为 但是我有责任告诉你 店长的职务跟权限有多少东西 那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的店家 比如说你有100家店的连锁 我会强烈建议你要 列出来这些事情 你都要去做 可是如果 如果你现在有10家店的话 请你挑着内容做 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人力跟时间 可以去执行到这个每一个细项 那挑着做的 挑的这个原则呢 就是看你现在的需求 跟你的需要 你现在如果你的店 目前在执行上面 尤其是像我刚刚提到 你的商品结构没有调整好 那很有可能就是一旦 一旦的季节转换 或者是商圈转换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业绩就不好 比如说你原本开店 都是开在那个办公区的店 所以你在办公区这边活得好好的 可是突然间你开到那个住宅区 为主的店的时候 哇很大 那整个业绩就一落千张 你本来想到这个地方生活水平很高 那各方面呢 这样看来业绩应该会很好什么 你有很多的这些假设跟想法 你才丢那么多钱进去啊 对不对 在那个地点上 可是放进去之后 你才猛然发现 业绩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哇擦嘛 对吧 对啊 可是你店已经投资了 如果你还来 那你就不要投资 可是问题来了 那你就是投资进去了 那投资进去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善用它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要因地制 去改变你的商品结构 我听懂吗 我们一样讲便利商店的历史 让大家理解 你觉得在办公区 同样一家店相同频数 假设有三十平的店面 那这样的店面出现在办公区的时候 它泡面的陈列量 跟我是在住宅区的时候的泡面的陈列量 占比应该要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应该一样 对不对 以这个产品来讲 你看 在住宅区跟在 这个所有的商 那个办公区 它的这个需求就不同 那你要不要去做调整 要 这个就是所谓的商品结构的一个调整 好 那所以这里面的这些项目 你可以先去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拿来先来看 你现在到底需不需要做 要不要做 要做的话 做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就是 这一页PPT的这个使用 我其实今天 与其说讲课 倒不如再告诉大家 一些那个 可以执行的东西 怎么样执行 怎么运用 所以我每一页PPT都会告诉你 怎么用 其实怎么用就是 就是那个 实不实用 对不对 你拥拥看嘛 这样你就懂了 好 那 接下来 这个植物说明书这一页 也是蛮有趣的 尤其是这一页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写这个很无聊 当然 我个人也写过好几次 我个人也觉得很无聊 搞这个东西干嘛 对不对 往往跟实际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 跟实际情况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检讨 那代表什么 所谓的 你写这个的时候 你可能写的是理想 也就是说你认知上面的那一份 植物内容 工作内容 应该是要这样 结果你实际上在做 跟这个有落差 那这样代表一件事 你有改善空间 你想想看 你执行方式跟你理想状态 既然这么不符合 那也就算了 老板都要付你钱 你不觉得你该感恩吗 你做的事情和你自己想象中 这个职位要做的事情 不一样 那老板还付你钱 乖乖每个月都付你钱 这样你是不是应该很感恩 对不对 这是一体两面 所以有时候 如果我们想不堪 站在员工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 应该这样抱怨一堆 可是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觉得老板很容忍我们 你既然认为这样是对的 而且乘上去之后 老板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结果你现在都没有这样做 那老板还傻傻了每个月付你钱 听起来有没有 要站站近近的 对吧 好 那 所以我们讲一下 这个职务说明书 也很难叫大家举手 虽然那个功能上面 我们有个举手 对不对 那就 待会就不用玩 没关系 有写过这个 你心里默默举手就好 那写这个可能格式不同 但是应该都叫做职务说明书 或工作说明书 总之就是工作职务的这个说明书 那我们这一份说明书呢 它原则上是出现在门市端的 因为它是一个店长的职务说明书 就是门市店长 那如果我们把门市里面的职务啊 简单的分几个等级的话 那你就说的管理干部就是店长 那如果你这个店小小的小店 我说的小店意思就是说 你没几个可能三四个员工而已 甚至于如果你是专柜 可能一个员工而已 你是店长也是员工 那可能有两个员工 就是一个店长加一个职员这样 但是一般经常出现像早餐店这一类的小规模店 就是有店长复店啊 一般的正职员工或者是工读生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还有前店后厂的 那后面就还会有这个厨师啊 或者是有时候叫师傅嘛 对不对 那后底下就会有二手三手 以及所谓的这个助手 厨厨厨 那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分阶跟等级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每一个等级啊 它其实都会有一份这样的职务说明书 所以我只是拿这样一份职务说明书 来告诉大家说 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写这个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针对你的职务的内容 去做撰写 那当然你不要跨行 所以跨行就是你跨太多 哎 店长就无所不包什么都要做 如果你有付店的时候 付店 有他负责的范围 那你店长呢 是要会做 但是不见得都是你自己做 你听懂哈 店里面大小事情 店长都要会做 但是呢 请你不要势必攻勤 因为店里面还有其他的人啊 你应该要去负责 别人没有办法做的这些事情 那由你店长来做 好 于是我们会有各个等级的这个职务 区分出来 那这一页里面我写的一点东西啊 主要是要提醒 店长的 第一个是店长的主要的工作内容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他整体目的里面 第一项呢 他是要做门市业绩达成 门市业绩达成 这个是有顺序的 总共有四项 总共有四项 第一项是业绩达成 第二项是完成公司或者是主管 交办的四项 第三项呢 是做好门市营运管理 第四项是推动训练跟讨合 这个就是店长要做的主要四大项的内容 那这四大项的内容呢 的顺序性又分别是这个样子 你看第一项是业绩达成 所以有人说一句话 那个业绩自白变 业绩自白变 有业绩什么都是对的 没有业绩你讲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下午好好谈业绩 好 那早 为什么早上这要先谈 因为这个概论 如果一开始跟你讲业绩 你就听不下去 为什么要听 为什么要听这个业绩呢 那 我们早上讲的其实是做好门市营运管理 这一项 对不对 那第二项为什么跳过没讲 我哪去主管 交换行李事情 我去做 对吧 听懂吗 这里公司跟主管交换行李的事项 我没办法讲 因为那个就是你老板要叫你做的事情 就不用啊 诶 可是那顺序是第二项 这一项我会用白话翻译 叫做不要白目 白目听得懂 要长眼 这样我听懂 要长眼 意思是 第一项你业绩有达成 可能有免死金牌 第二项呢就是不要白目 现在人家叫你做什么事情 怎么样 先做就对了 做完了之后 你已经做完了 去跟老板回报说 老板我做完了 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才跟他讲说 老板 这件事情 如果下次我们这样子做 这样这样这样 用这种方式来执行 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好 那老板一听说 诶 有道理哦 好 下次我们就这样做 嗯 不错 你许那不错 这时候你就要回答一句 老板英明 好 这样太狗腿了 可是简单的说 这是第二个重要任务 就是主管交换的事情 你一定是要第一顺额去完成 回头再来跟他讲说 要怎么做 而不是说 你就是点子很多 不管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就说啊 可不可以不要做 啊可不可以这样做 啊可不可以怎样做 啊 那个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 我们 对于那个 啊 一些 既定的一些方式啊 你可以去做 排除或者是去做改善 这个可以 可以有 但是呢 嗯 你先依着原本的方法 去做做看 然后做完之后 或许你就会发现说 你原本的设想 是不对的 这样了解吧 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啊 这个完全不是谦虚啊 这个是当你有一些 人生的 阅历跟经验 甚至于你自己有 比较丰富的这个做事经验以后 你才会发现 笨方法啊 通常是最简单的 啊 往往都是这样 笨方法 可是 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在开店里面 就发现了太多 这种笨方法 可是它反而是最简单 最真真实的 许理长一讲 随便讲一个 大家在开店的时候 都知道说 啊这个地点 不晓得热不热闹 有没有人潮 一般常识会知道要怎样 要去属人潮 对不对 啊属人潮 哇 一讲到要怎么属 听说 要在那边盯一整天 盯一整天 什么叫盯一整天 就是在夜到暗夜 你要在那儿站一天 嘴巴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坐着 在室内 你不觉得这样有什么辛苦 今天太阳挺大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 然后叫你去站一天 你会不会觉得 开始会太坏 什么意思 你就开始会想说 那我不要用这个 卡卡卡这样 一个一个这样按啊 我不要去按这个计数器啊 我可以上网去查 啊一查结果发生说 人家护政机关都有登记资料啊 什么啊 这些 我告诉你 这就是完全走到误区 错误的误区区 那些资料如果能拿来当成我们开店的参考的话 那大家都省事 大家都发财了 意思就是说那些呢 你连看都不要看 看了反而会误导 反而误导 你心里就会有个阴眼 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人应该很多 那是登记的户口 人数 这样知道吗 第二个 就是真的有住在这个地方 他会是在你开店的时间出没吗 譬如说你要开一个咖啡店 那你又想说摘西奥 早餐我又不想做 我十点才开始开就好了 然后你觉得晚上八点以后还会有人去喝咖啡吗 不会 所以打算七点多八点你就要打烊 那你想想看 我登记户口在这里 我有住在这里 那我早上八点 可能我就出门上班了 那你现在一般上班族回到家 八九点 往往很正常 你在上班 你下班的时候顺便在外面吃饭 吃完回来 就很正常 那请问一下 这个人是住在这个商圈里面 没错 可是他跟你的营业时间完全没相干 那这个人你要数进来 当然不能数进来 这样打人 所以很多的资料 其实那个你是没法使用的 什么是最笨的方法 太阳这么大 可以的话你就开车水带足 对不对 太阳眼镜带着帽子带着 可以的话坐在车子里面数 更可以的话 坐在对接的咖啡店数 是不是更好 对不对 就这样 最简单的去按去数 这才是 反而才是最 最笨 但是是最 简单的方法 好 那第三项就是做好门事运管理 第四项就是做训练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列课程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门事管理 这是不是业绩 这里是不是在谈养 训练 就是职务内容里面的 其他三项 对不对 那主要的活动 主要的活动 就是做门事管理这些 这个我就不写 因为 这些内容 就大家自己去想用 那一般看不懂 是行政程序是什么 这个叫行政程序 你只要是要有一些文件产生的 不管是在电脑里面的文件 或者是实际上文件产生的 这种东西我们称为行政程序 内部关系处理 就内部关系 内部关系 包含你跟店里面的员工 或者你们一样同一个品牌 店跟店之间 这也都是内部关系 然后你也可以是你的 那个单店跟总部之间的 这个内部关系 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可能就是有三大类 一类就是客人 客人你是不是会遇到 第二个就是 附近的街坊邻居 他不见得是客人 有可能是竞争对手 这些关系的处理 那第三个面向就是厂商 不是会很多厂商进货进来 这是外部关系 好 那职能说明你需要什么技巧 需要什么经验知识 个人特质这些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你自己去写 自己去写 那这份职务说明 你如果真的有认真去做过 你就会很清楚规范出来 你店里面哪些人该做什么事 以及必须要具备的知识技巧 跟经验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的去做工作区分 可是会让你整个工作清晰 我刚刚提到的 这变成是第二个用途了 对不对 第一个用途就是 我们可以去 那个简单的去做 你的工作的分别 第二个呢 你会去界定职位的这个范围 第三个呢 我们简单的来想 有一天你如果缺人 要认真人的时候 那往往写在那上面的内容 就看你缺人的状况 大家有听过一句话 叫疾病乱投医吗 意思是说我现在缺人 那我就赶快往路上找人 那你明明找一个公读生 可是打进去的这些内容 怎么跟店长有点像 那你觉得 有没有给这个公读生太大压力 难怪你找不到员工 那你明明要找店长 可是你现在缺人缺了要死 那结果呢 就是只要来就好 四肢健全的人就好了 这也不对 你要不直接 因为你已经想好写好 平常都想好写好 你就把这些呢 call起来 放到那个网路上 这样就简单一点 对不对 你要找什么职位 你就拿那个职位的职务说明书 call出去就好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所谓的主厨专业能力 的一个重要性分析 因为我们刚刚讲 如果有些店 有所谓的前店后厂的话 那 就相对的也会有这个所谓的主厨 他 要去讲的这个内容 就后厂 那主厨的这个重要专业能力 里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知识能力 知识能力 那知识能力 指的是产品知识 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我们这样看字面看过去 你会发现说他叫主厨 可是呢 对于产品的部分 只有一个产品知识 产品制作 没有其他东西了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只是会做产品 跟懂这些产品的知识 但是你是当不起主厨的 你要当主厨 你要会的是其他的东西 才叫主厨 所以如果主厨只是在操作 这种主厨呢 我们业界有一种讲法 叫做投赛务 投赛务 什么投赛务 他只会做 那其实就是工人 做工 我没有贬低他的价值 如果他只是会操作 他如果厉害一点点 他也会创作 也就是他会创造出一些新的菜 而不是说我去外面吃到什么东西 然后回来说这我买香酒 那是模仿 所以创作是你有办法创造出新的菜色 那这一类的主厨 我们称为研发主厨 对不对 可是他不是我们店里面 一般管理的这个所谓的主厨 或所谓的行政主厨 因为所谓的主厨 店里面的主厨或行政主厨 他主要在看的 你看既然叫行政两个字 所以他势必就是要相对的这些基本能力 要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 他兼具 他自己本身也会做产品制作 反过来是这样 他是要会很多这些其他的东西 可是要兼具制作跟产品 跟一些产品的相关的知识 但有没有发现说 其实你从一般的这个二手 二手其实他就是专注在产品知识跟产品制作 这两块是他的主要努化 但是他其他的基本管理他其实也有学 但是他不会是主要负责人 也许他要参与他要做 但是他不是主要负责人 我听懂 有可能店里面的这个后厨的设备 安全维修 这些都是二手那个师傅在做的 那但是呢 主要的负责 真的坏掉了真的怎样 要报修 要去应对 以及做后面的这个整个的总负责 他其实还是叫我主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理清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主厨的专业能力 他必须要有知识能力 技能以及情境能力这三大项 那这三大项里面 尤其是情境能力的部分 是最最重要 那这边呢 其实谈到的就是情商 就是EQ的部分 情绪智商 其实要够好 为什么 因为后厂的工作环境 一般是不好的 所谓的工作环境就是 可能会热 对不对 然后都要站着 厨房的那个 厨房又不是让你舒适 对不对 不可能 你工作就是一个压力很大 动作要很快 操作要很熟练 而且做出来的品质各方面要到位 容易吗 我觉得相当难 不容易 尤其是当业绩很好的时候 那个就更是要拼爆发力 甚至于 其实餐饮的这种状态跟其他的行业不同 因为餐饮他有用餐的时间 就是他尖锋的时间 其实是一小段 那你一小段要拼这个拼那个的时候 大家脾气就会火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常常在讲 后厂有厨师二手三手 那所谓的三手的定义 就是说你能占一个位置 譬如你占砧板 就是你刀工要不错 对不对 占砧板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工作站 那另外呢 有很多前置作业跟后置作业 要做的这些装饰类的这种工作 或者是这类的工作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工作站 另外工作站呢 是就是 尖台啊 炉台啊 炉台 炉台这个地方 有人说举台啊 这种炉台这个地方 可能是另外一个工作站 对不对 以后厂的分工 原则上分成这三大分工 那如果你是面包店的话 你就会有秤料搅拌 有些多的秤料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搅拌 就是做面团的搅拌 那接下来要做分割整形 那接下来就是要送进去那个 那个发酵 发酵完之后烤焙 那烤焙那里也会是一个工作站 那所以我刚讲的就是 以工作区 它有各个工作站 所有的三手 它就是能 独立完成一个工作站 以上的 这样 那我们称为三手 如果一个店 它有四个工作站 后厂四个工作站 它会一种也叫三手 两种也叫三手 三种也叫三手 定义上面是这样 四种都会的话 我们称为二手 所以二手的厨师 原则上 它已经是店里面后厂的操作都会 而且都有办法独立 都有办法独立 那它进阶层所谓的主厨 它就是还要再加上 我们写在这上面一堆 一堆这些管理责任 都要 不只要遵守 还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样 我们就简单区分出了 这几个职位 那我说这个情绪智商 重要的程度是什么 这个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 比如说 一大早来 好像我那时候开面包店的时候 那一大早来 那个三手的那个少年 少年那师傅 一来的时候 你这听的屏屏屏屏 他往前 五六点 他们五点就来上班了 五六点都屏屏屏屏 然后发生什么事 看他整个人臭的要死 大家猜都猜得出来 应该是 昨天有跟女朋友吵架 所以 以下的这边弄错 也在那边搞错 他一做错 是不是更烦 对不对 他心里又更烦了 哇 那这个时候呢 就 那个租势不顺 搞得那个东西可能 也弄不出来 弄出来品质也不好 这时候这个主厨就出现了 过去跟他讲说 不要抽烟 抽烟不好 可是这些师傅 他们常常也 也会抽烟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抽烟的人 他其实只有在抽烟那个时间 会回到他自己的情绪状态 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阻断 阻断 阻断 阻断的这个时间 好 其实喝咖啡的时候也是这种概念 他不是要喝咖啡 他就要停下来做一个小休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个调剂方式 工作上 好 那很奇怪 就是所有的这种 不管是餐饮或者烘焙店 后厂开门出去都一定有一条排水溝 那排水溝呢 旁边有可能会有冰箱 什么这样 好 那总之呢 大家都是蹲在排水溝旁边抽烟 我看过太多店都是这样 好 那 你看那个厉害的主厨就是这样 找出去跟他 哎 其实那个 那个 少年师傅啊 就是欠罵 就那个傻子跟他 王家就王家 做事情是怎么 这边摔东摔西的什么 对不对 就 还骂他一顿 他骂完之后 对不对 这怎么讲的都是你不对 对不对 你名字啊 你女朋友的脾气个性是这样 你还这样讲话 还这样做事 那你不是故意让人家生气吗 好 等一下 不要再阿妹 啊 我们今天早点弄完 晚上去喝一喝酒 再来聊一聊 等一下回去工作 这种 那种 就是在训他一顿 你知道 训完之后 回来就乖了 然后就好了 其实啊 他们在操作的这些人 有时候就是 当你懂他的时候 他就会顺 他就不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他独自在承受 对不对 他并不是做不起 就是并不是体力上面的这种 啊 没有办法 复合 能力上也没办法复合 是情绪上面啊 觉得没有人懂他这样 啊 所以 以这个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主厨啊 这样就训他一顿 啊 代表主厨懂嘛 对不对 所以那心里就觉得好舒服的 终于有人懂我 你看就是这样 小孩子哥 好 接着你看 如果今天是二手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告诉你 他不会这样 东西不好 大家只会看到他脸很臭 呵呵 代表 他可能跳蜜蜜 被他老婆骂 呵 然后呢 那个 心情正在不爽当中 啊 哎 不要惹他 可是呢 他今天所有的工作呢 原则上都还会 该什么时间出来 就什么时间出来 然后 出来的品质 也不会跑掉 也会跑掉 但是呢 今天不要惹他 呵 下班他就会 那个 我走了 就走了 大概呈现状况会是这样 隔一两天他自己好了 基本上不需要人家去劝他 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 为什么他叫主厨 他很悲催啊 什么意思呢 哎 有可能他跟他讲的时候 他心里正在淌血 为什么 因为听说他老婆昨天跟他提离婚 那你觉得 男女朋友吵架比较大条 还是老婆替离婚比较大条 哦 那当然这是开玩笑 可是 简单的说呢 就是他自己要处理好自己以外 他还有办法去处理好别人 那这个就是情绪智商的几个基本层次 一个是你自己都处理不好 一个是你自己处理好独善其身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自己能处理好自己以外 你还要尖善天下 就是整个的这个 都要有办法去处理别人这样 好 那 呃 我我们 我们 这个 今天的课程啊 就是早上 呃 因为刚好讲到这个段落 因为接下来的是下一个段落 我想我想现在10点42分嘛 给大家休息10分钟好不好 那大家可以其他活动活动 没有吃早餐的 早餐拿过来一边吃 那那个 就是我们10点52分啊 准时回来 好不好 那我们 呃 早上就会休息一次啦 下午应该也是休息一次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 好 那请大家休息一下 好 大家都回来了吗 OK 呃 坦白说 我刚才一开始的这个 呃 讲述的关于店长这边 哦 我也先跟大家提一些 概念了 哈 然后 啊 进行的速度哈 我也可以给它稍微放慢哈 哈 因为我知道在 嗯 嗯 我们社大这边的这个 啊 啊 桌背老板学程里面的啊 啊 学员伙伴的这个啊 啊 一些 基本的 背景哈 那 用背景呢 可能不见得 每一个人都是相关的哈 相关行业里面 所以我我会做做多一点人的这个啊 啊 所谓的啊 啊 行业别的描述啊 让大家进入这个情境 那接着呢 我们就啊 啊 时间上面呢 我就会 呃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段落啊 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店长的管理的六大职责 啊 那这六大职责啊 第一个 就是一样是这一页PPT 我会让大家去啊 学习几个用法 几个用法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份PPT的 这张PPT的这个内容的整理 行程啊 当然 这每一页都是我 今天的所有的PPT 每一页都是我自己写的啊 就是没有去做任何的这种 嗯 抄袭啊 或者是参考 那但是重点啊 都是就是在于啊 这个内容啊 我会说 那是因为我经过一些工作上面的这个整理 整理之后 这个工作很长的时间的工作啊 然后最后把它整理出来的 那整理的过程 因为我早期大概有16年的时间 15-16年的时间啊 都在那个 零售业里面工作 那所以 你看这么长时间的工作里面 零售业里面啊 我就不会去顾遇到品管这件事 品质管制这件事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一开始整理只有五项 五大项 是后来我开始自己开了餐厅 然后开了咖啡店 开了面包店 这些种种的这些店 自己有开过的同时 然后呢 后来也参与到这些啊 餐饮烘焙的这些 连锁品牌的经营 那 之后才再加上品管这一项 我讲这个目的是告诉大家 know how是自己整理出来的 那你整理 势必有因为你的 了解的范围不同而会增加 那花很多时间呢 去归纳整理出来 这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透过学习的过程里面 比较简单 等一点 把它背起来 那这一项呢 以后就在你的脑海里面 就会出现 背起来 有听懂吗 那意思就是说这一页要背 就这一页要背 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开店的话 真的这一页把它背起来 妙妙无巧 我会强烈建议 好 那 嗯 我们就讲说 这一页第一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 假设 假设 有一天 你还要去 验证 比如说 诶 你去一个interview的这个场合的时候 那 假设面士官问你说 我看你某某先生 某某小姐 我看你在其他连锁里面 工作了 蛮长时间 做了三四年 当店长也当了两年 我觉得你条件很适合 所以我找你来面谈 那你要不要跟我讲讲 你当店长的时候都要干嘛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去想说 我当店长 我就是在 卖东西啊 销售啊 然后我要管人啊 对不对 那 所以就 你会讲 你会 别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跟你想想看 你当店长当了两年 那你在连锁店里面上班 上了三四年 也就是你上班 两年左右 当了店长 当店长 又当了快两年 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做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多 表示你是优秀的 不然你会被升起来当店长 你又是优秀的 又有经验 可是真的要你讲的时候 你不见得 有办法完整的去讲 这是第一个情况 假设 我们反过来 你真的有备了一下 面试官问你相同的问题 某某先生 某某小姐 请问一下 你在当店长期间 你都在做什么 那又说 我当店长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品质管制 我们要做设备管理 我们要做商品管理 也要做人员管理 还有账户管理 还有资讯管理 总共六大六 你这样回答完 这个面试官心里 因为通常这个面试官 就是店长 或者是督导 他听完这个 我告诉你 保重吓一跳 他就遇到高手了 然后接着 接着 好 那我考虑一下 那请问一下 人员管理 你们都要管什么 他就说 选育用流 回答比那儿精简 你只讲四个字 选人育人 用人 流人 顶多 就是多四个字出来 八个字 就回答他 对不对 又讲得很完整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们选人的时候 是怎么用 就零选 选人里面其实包含 招募 招募 招募跟选择 就是招募人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当然我们要先做工作盘点 再做人力盘点 找到人力缺口 然后再进行人员的地步 对不对 你回答也很精准 因为发表都只用 我们这上面 列出来的字眼 去做回答 都能很精准的回答 这个就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稍微背一下 往往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 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个 那个 那其实我也不瞒大家说 你就算开公司 开公司的管理 也就是这六项 你不用 你不用把他想 用那种什么 会计循环 那 九大循环 什么那些 都对了 但其实我们最经常做的 就是这六大项 你把它做好 其实大部分事情都处理掉了 你要不要想想看 其实六届事情全部做完 其实大部分事情 就都被你处理掉了 好 所以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面试的时候 可以拿来用 简单的 来说 那第二种情况 就是好 你现在就是店长 管了一家店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老板 管了一个公司 其实 你就是那个 家庭总监 家里面是你管的 管家 家庭总监 你也是管这六件事 对不对 也是这六件事 你看如果遇到你的下属 下属就是老公的意思 那你就跟他说 你知道我们要管哪 我们店里面的管理 门市的管理 要管哪六件事 我们有品管 有设备管理 有商品管理 任务管理 账务管理 以及资讯管理 你刚提的这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资讯管理里面的 其中一项 就是说资讯的收集 那个店员被你这么小以大意的时候 心里会不会说 喔 店长是厉害的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用途 假设你真的在管理店的时候 就可以上来用 第三个用途 现在不是有很多加盟店吗 对不对 或者是你现在是老板 你自己管了三家店 那你去巡店的时候 到了某一家店 不管面对的是加盟组 或者是店长 那当他在讲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说 店长的管理职责 总共有这六项 把他讲完 讲完之后 接下来你跟他说 你现在讲这件事情 盘点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账务管理里面 其中的一项 这个店长会不会觉得 哇 原来当督导或是当老板 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不对 那你看这几种情境 他是不是都会变得很好用 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是 有被整理过的实物经验 我不会说他是一个理论 他是有被整理过的实物经验 你如果要看理论的话 理论没有不好 理论会提醒你更广泛 更完整的面向 所以如果你可以去翻一翻一些 餐饮的书籍 你认真把它读完 那你也可以整理出一些 很有用的理论来 有用的理论 拿出来用 他才会变成实用 对不对 那实用过了以后 使用过了以后 你又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我们讲的实用的这种整理 实用的要项整理 所以他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之后整理出来的东西 那当然我当时列的时候列了十几项 也不是只有这六 列这四五项五六项 那是经过合并 然后再经过有一些删除 就觉得他不能把它列为第一要项 那变成这样的内容 好不好 那接着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 首先第一个品质管制的部分 品质管制 在品质管制这个要项里面 其实我们要谈的事情 又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四大基础管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品质保证 那四大基础管理 这边讲的 如果你真有经营过餐饮业 或这种前店后厂的行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这边讲的 四大基础管理讲的是什么 前店 前店 那后厂这边 我们谈的就是谈品质保证 OK 那我们分别 那个就所谓的这个 四大基础管理 然后的这个内容 跟品质保证这个地方 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首先呢 所谓的四大基础管理 我们讲前厂这里 你就想一个 我这边故意弄一个麦当劳的这个 视觉在这个地方 就让大家想象 因为他是一个 也大家很容易就可以 可以清楚接触看到的 那个前后厂 为什么 你注意看 你在点餐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看到麦当劳的后厂厨房 在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前后厂 可以贯穿去看到的餐饮业 那他的前厂做的是四大基础管理 也是柜台这一段的人 他是在控制品质 他的品质不是在制作过程的控制 而是在什么 初餐的那一刻 去做最后的把关 当初餐拿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 诶 奇怪 因为他们 例如说他们的汉堡 他们汉堡 是用包装纸 去区别 里面的内容 所以不同的包装纸包出来的那个汉堡 是不同的 就是汉堡的那一张纸 包汉堡的那一张纸 那一张纸其实叫零膜纸 就是他有一面是 他有一面其实是塑胶的 塑料的 有一面是纸质的 那所以他才会有湿的东西 他才不会马上被沾湿 对不对 ok 他拿起来的时候 根据他的经验 很有可能 里面的内容物 并不是包装纸上面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其实有 但是消费者不见得会吃的时候 不见得会知道 除非你一天到晚 再点相同的汉堡再吃 不然消费者不见得知道 如果今天 那个不管消费者知不知道 柜台的人应该要知道 有时候你一拿就发现重量不对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品质 把这种品质的这个 控管的内容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他去看商品的 这个完整度 包含重量 包含他的分量 就是重量分量感官 就是他的分量大小 比如说同一个面包 重量是一样的 可是他的膨胀率不同的时候 那看起来的这种外观的样子 是不是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重量啊 外观啊 甚至于温度啊 摆盘啊 这些他通通都要去看 他的品质呢 是来自于这一段 这样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服务 当然就是指他们服务态度啊 那跟客人的应对啊 这些 甚至于 这个服务不是只有针对客人哦 这个服务还包含针对 员工跟员工之间的互动 员工跟员工之间的互动呢 顾客会不会感感受到 我告诉你是完全感受得到 我们去用餐的时候 能不能不会发现说 他们店员正在吵架这件事吗 一定会发现 他们如果正在吵架 或者是店员跟店员之间在不爽 那个都嘛一清二楚 或许你会忽略省略 可是今天我这么提醒完蛋了 以后你们都会注意 那更不用讲说 我们就是经营这个行业的啊 那当然 那个全部的状况都看在眼里啊 服务 所以服务不是只有客人 员工对客人 而是包含员工跟员工之间 还有呢 客人跟客人之间的这种冲突 也是在服务避免里面的其中一项 你必须要避免客人跟客人之间的冲突 那客人跟客人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发生在哪里 譬如说排队 当你没有去管理好这个秩序 什么叫管理好秩序 他明明来插队 你没跟他制止 那你觉得这个其他客人看你心里爽不爽 就不爽 那有时候他会冲着员工来 冲着我们的服务员来 可是有时候呢 他会就跟这个客人对抢起来 那这个是不是都会造成那个 里面的那个这种矛盾 那还有一种就是客人跟客人 刚刚讲的是好像不同过 不认识的客人 还有一种客人是他们一对情侣来这边吵架 在这边谈分手 糟糕 对不对 那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来这边交小孩 那譬如说一到假日的时候 台湾其实比较少这种情况 可是在大陆那边经常发生 你知道像这种假日时间 尤其是一早 那种9点 8、9点、10点这段期间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 那个父母两个带孩子 到麦当宏吃早餐 父母两个顺便 优闲吃吃早餐 聊聊天 滑滑手机 小孩做功课 这样 可是他们就要在现场教小孩 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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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教小孩是 和颜月社 有时候小孩最大 大陆教小孩都是用慢 用大 现场就打起来 你觉得这个对 对整个用产品质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有影响 这个其实都是服务范围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解释 只是告诉大家说 不要把它只是界定在 所谓的这种 顾客对待那一段 其实服务里面就还包含这几个层面 还有清洁 其实清洁它也是有分 有分 我们看店里面的正常的抹布 它应该就分成三个颜色 要三个颜色的抹布 那第一个颜色的抹布 像玻璃啊 填满板 壁板 这些 是不是都灰尘了 脏东西 对不对 甚至地板的清洁 这些 通通都是第一类的清洁 第二类的清洁 就是顾客会碰触到的 像桌面 柜台台面 餐盘 对不对 这些 托盘 我讲的是托盘 或者是 酱料 酱料品 什么这些 只要是顾客 会去碰触到的 的部分的清洁 第三种的清洁 就是会来自于 顾客会嘴巴会吃到的 这种残具 的这种 这种清洁 这些是不是都是清洁的范围 那我们要去询问看 每种清洁都要去做 那再来是所谓的先渡 先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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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指的就是说 你东西真的要新鲜 就看字面的意思就知道 零售业的话就是像 先拿好的 先拿的先渡 你就是不能让顾客拿回去 就过期了 我刚刚讲 买回去 就过期了 不是说过期了 让他买回去 过期让他买回去 那真的是罪该万事 哎 这个人家是可以去检举的 你知道吗 你卖过期品 卖过期品 有一阵子 就是临时的那个专柜 就他们知道某些厂商的某些货 其实要过期这样 那挑过期啊 要挑干净 那就会让顾客买不到 这种是过期品 这个是可以罚钱的 就卫生机关卫生单位来讲 这是他们管制的那条线 等于是月线了 那当然会被管 那第二个先渡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买回去就过期了 买回去就过期 什么叫买回去就过期 比如说鲜奶 你卖他那种家庭号的鲜奶 结果呢 今天晚上过期 你觉得他这时候 跟你买一罐家庭号的鲜奶 是已经晚上 8点了 来买一个家庭号回去是干 当然是明天早餐才要吃啊 点个晚上喝一些 可是主要就是早餐 甚至于他要喝个两三天 我们家里喝鲜奶不都是这个吗 你一大瓶 你怎么买不来 可能全部喝掉 不可能啊 那所以 你不能让顾客买回去过期啊 意思就是说 你要预留个两三天 能让他喝 这样才过期 这个都是先渡的一个基本 第一个基本范围 第二个先渡的范围呢 其实就是你 陈列的这些商品 或贩卖的商品的先渡 所谓的鲜活度啊 意思就是说 现在流行什么你都没卖 譬如说 今年秋冬的流行的新的颜色 奇怪啊 你明明是服饰液 你为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你为什么没有今年秋冬流行的颜色 大家会注意看到 最近 就很流行 一些口罩的颜色 对不对 那 这个都是因为今年的流行色 来的嘛 那这个就是鲜度 产品的鲜度 它并没有过期面坏 可是它不是在流行的这条线上 那你的鲜度就是不足 OK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大基础管理 那 为什么写QSCV 就是 那个品质啊 服务 C就是清洁 V就是价值 这样子 这边其实是有的 QSCV 好 那这个是麦当劳他们在几年前 大概 10年前那时候就在提这个 那现在甚至提到7个 8个 又7个 忘记了 总之呢 就提了很多 可是我认为大部分 餐饮就是QSC QSC 大家上口 这是必要去做 那个 注意的 那接下来是它的后厂 后厂我们要做品质保证 那后厂的管理啊 其实顺口溜吧 背起来啊 人基料垮环 人就是谈人员 卫生跟工作安全 基因我们就成基居消毒 你看我写的很简单 对不对 好歹我是念管理的 我们以前也有修那个品管 虽然品管的学分不多 一个学期三学分 其实也不少 那 当时课本也是这么厚一本 印象中 深蓝色的皮 然后厚厚一本这样 那么厚一本的东西 我只写这五个字 然后只写后面精简一点点 我们真的要谈 谈品管 你有太多内容可以谈 对不对 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你如果拿那一整本的 这些品管的这些管制点 全部都把它拿出来 在我们门市后厂使用的话 不疯了才怪 所以你根本就是给自己找茬 为什么 我不是说那些管理的重点不重要 而是我们后厂总共厨师加员工一个人 懂吗 你后厂就放一个人 或者你后厂才两个人 你去用那个五六百页的东西干嘛 因为那个是管整个工厂 五六百人的这种劳力秘籍的工厂里面 我们会去使用的东西 它跟你目前管制的这个现场是不同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很多的精简 那你精简过以后反而才会能用 所有的精简 精在前面对不对 后才去减 那意思就是说要很精准的去看到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简单化的去执行 让执行简单化 那这样才是我们单店运作管理的时候必须要看的 要原物料的来源保存跟使用 那当然这个细节讲下去都有很多的规范 就好像我刚刚一个清洁 我是不是讲了很多 对服务我也讲了很多 因为以前前面有人听过我的课 可能我大部分都走中重点在后面这里 我今天是特别讲一些不一样的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每一项它都有 比较深入的一些内容 你要去涉猎的 那乙料 其实原物料的来源就是溯源 溯源管理 那溯源管理不是你确定好它在哪里生产就好 你要抽验你知道吗 它不是因为它都是人操作出来的 你确定它的操作都一成不变了 都会按照 按照该有的这个游戏规则这样去执行 只要是人执行总是会有疏忽产生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你就算确定溯源来自于哪里 第二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有食餐饮业里面的所有的原物料 其实全部都来自于农产品 那我问大家 你全世界你可以找到两颗完全一模一样的米吗 几率是零 都有一些些小 就像一颗米粒这样 不可能找出两颗一模一样的米 对不对 这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这些食材的这些取得 它都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自视化的东西 它既然叫做农产品 它就是有许多的变化跟不确定性在那里 所以你就算做到塑油管理 其实你都要去 无时不刻的 你都要拿同样的那一把你验收的词 来做一个有物料的把关跟矿管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开个小店 开个小店 例如说你今天开个面包店 你不可能每一帮面粉进来 每一袋的面粉进来 然后你就去做一个检验 然后才去调配方 没可能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就算是面粉厂商那边 你说我这一袋面粉跟我上个礼拜叫的那一袋 其实我看到批号是生产批号是同一批的 同一批确定就都一样 你看你的储存环境跟它的储存环境会一样 不一样 那面粉会不会有品质上的这种已经改变 当然有 问题是你店里面搅拌的这个粉量少量 第二个你的你的制作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情况厨师也一样 我们在煮菜的时候 自己家里煮菜都是这样 你今天买回来这个鸡肉 或者是你今天在处理的任何的食材 你发现说今天这个鸡肉可能老一点 跟前面处理的不太一样 那你试吃的结果 我原本都是可能烹煮那个20分钟我就够 可是今天我看这个 这个鸡肉看起来是半土鸡 不是一般的肉鸡 那所以它那个肉 肉质各方面是比较厚实的 你相同的这个 你假设你进那个 那个什么气炸锅就烤 原本你可能都是15分钟就可以搞定的 你现在发现今天这个可能要用到16分钟 或17分钟 可是又怕烤焦 所以就要调整一下 原本你可能是180度 然后185度再烤 那你今天是不是要调整170 对不对 先烤个7分钟 然后后面呢 再用185呢 然后再烤几分钟这样 你是不是就自己会去做这些调整跟改变 那出来的结果呢 才会是你要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你会看食材的改变去做 大的工厂生产更是 一样是进面粉 以前我们的操作里面 一定是整批的面粉 然后品馆全部先去变 验 验这一批面粉 它本身 它的这个 含水量几帕 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多少 然后就直接去微调 整个 制作流程里面 制作过程里面的配方 甚至于制成时间 它就会给参数下来 然后才会开始跑生产先去生产 不然 你想想看一天生产20万颗面包出来 20万个面包 那是大量生产 大量生产的这种工厂 它经不起一整批货 哇 那个全部通通通都 出来的那个 品质都有异常 这怎么收拾 所以收拾不是原物要丢掉就算了 是你所有的货这些都有交期 你时间到你货就要送出去啊 那你今天生产了一整天 20万颗不是少数啊 那你想想看这个怎么可能重新生产 对不对 所以它不允许啊 过程里面产生重大的这个 这个漏食 这种问题不能发生 所以它原物要的来源 这个地方 它就做种种法官 这个就是我深入去讲的话 同样一个点 其实它的内容是多的啦 好不好 可是我们现场 你只要简单做到就好了 好 那后面食品法会超过规范 环境打造这些 就大家先看过知道 反正就是有这些内容 好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后厂的一些厨房安全 人员超过卫生 人员超过安全 就只讲这几件事情 就是食物中毒预防 然后细菌性食物中毒预防 它是不同的 一种是来自于食物本身的 好 那一种就是有细菌 有细菌 那这个 这个就是 那这边主要看 人员操作安全 其实很多人 尤其后厨 他们喜欢穿这种血 这种血其实是不合规定的 知道吗 因为只要你有油锅 我处理过两次 我工作过程处理过两次 穿这种血被油锅烫 一个是穿这种血 一个是穿那个 运动的球鞋 运动的布鞋 运动那种布鞋通常很透气 对不对 那你看如果油淋下去会怎样 是不是整个直接透到里面 那油的温度通常 通常油温 就是如果你有用油炸锅的话 油温一般是在170 180度左右 180度的油烫下去 那个绝对是熟 生的就是绝对是熟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把它冷冻的东西 像在餐厅里面 在做这些油炸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 他就冷冻直接下去 然后炸熟给你 你觉得他温度要不要维持很够 对不对 当然要 那冷冻的都会熟了 那我们的皮肤 所以他都会变成是严重的灼伤 严重的烧伤烧烫伤 那都很严重 所以不能这种血 你看油就直接灌进去里面 对不对 就很糟糕 另外那种 就是 就全部都黏住 所以 忌惠 最好是穿脚 穿脾血 脾字 脾血 脾血 脾血烫到会怎么样 就除非要穿袜子 跟穿藏库那个地方 你看袜子跟藏库 他其实他不会直接拨到那个地方 他会直接这样刷过去 所以有时候你看后厨 他们都要围裙 你知道那个围裙是防水的吗 他油一喷 他其实是会整个往下 他就是防水的嘛 就这样 那你就懂了 他其实是往下游 那是到脚底板 那你脚底板如果是皮鞋的话 你就会觉得温温的 温温的 然后呢 今天回去不用再擦鞋子了 上了一层油 就这样没事了 就这样 可是如果你穿其他血就糟糕 好 就是现场我们只要有亲朋好友 如果你是在那个厨房工作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 这些基本常识 如果你真的在厨房工作 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后面这个就是秀给大家看 越漂亮的细菌阅读 就这样 因为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 会去做那个卫生讲习的时候 就会讲 所以我不打算在这边讲 只是让大家知道有 那这一页呢 如果你真的要开餐饮店的话 要开餐饮店的话 这一页真的可以拿来用 可以拿来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 我其实自己本身从零开始 零就是说 找店面 出去外面找店面 跟皇后谈判 然后把店面签下来 签下来之后 自己画设计 规划兼工 然后把店开出来 这种动作 这样叫做从零到有的过程 我自己大概有 有200多家店 200多厂的这种开店经验 那不敢说经验丰富 但是至少 有些大部分都是连锁店的老板 让花钱让我学到的很多的教训 那我是把这些教训呢 写出来 就这样而已 你不要觉得后厂出房规划 好像很复杂 没有 所有的药项都在这里 考虑点就这样而已 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后厂出房规划的因素里面 就是只有这四种 四种主要原因 一个是你到底要多大残忍 对不对 你不要over 就是很多当厨师的 他会很想要 心中梦想的设备是什么 会有 你知道吗 这个就跟 这跟男女无关 有些女生也是 女厨师 女师傅也是 这就跟 有时候男人 心中梦想的某一部车的概念是一样 或者是 野心再小一点 你梦想中想要的手机 也一样 那你有没有认真去想过 譬如说你花个五万块 买一台手机 你到底能用它多少的功能 还是最大的使用功能就是爽 可以 其实那个功能还蛮重要的 就是你自己用的很爽 就这样讲起来比较粗 但是其实就是这样 做生意就不能这样 因为你自己个人 以我来讲 就花钱买个五万块的手机 那是爽 我有能力 我就买了 可能可以这样 这个叫韧性 对不对 有钱人的韧性 人家说你是帅性 没有钱的人的帅性 人家会说你是韧性 这个就是社会里面的这种价值观 会是这样去认定 其实无关别人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来开店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会说 你不能这样任性 为什么 因为你要亮 你要看你今天要开的这个产域的需求 去设置你的这些设备 这样才对 你必须要把钱放在 你要说要把钱放在刀口上 对啊 真的是必须要这样 包含你的装修 你都该花多少钱 就好了 你就不要多花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产能 你一定要去注重到这个产能 那当然你也不要低估你的产能 就是 你明明需要这么多 可是你不知道 然后 让你的产能不足 这也是不对的 很多这种规划 规划下去之后 后面其实没办法补救 你知道吗 譬如说 你原本设计 你这个店 业绩只有3万块 结果是你判断错误 每天的业绩都充到7万块 那个厨房 你没有办法再补人进来 为什么没有地方占人 懂吗 你不是人进来就好 你是要有操作空间给他 不然他没办法运作 所以以后厂来讲 就是他顾虑到他的产能 以及你整体可运用的空间到底多大 那会影响规划因素 如果你空间小 那你很多的储存 你就要想办法放到 那个 那个 这个 往空中 就是往上面发展 对不对 你就没有办法 你取用就会变得不方便 那此外 安全跟法规你一定要去注意 因为厨房它会产生热能 那热能你要处理啊 它会产生烟 烟你要处理啊 它是不是产生噪音 噪音你要处理啊 那它是不是产生香味 香味也被检举过了 烤面包 面包太香 我们被检举过两次 面包太香 第一天闻的时候很香 第二天闻的时候还是很香 闻了 一个月下来以后 就再闻到那个味道 它会想吐 就真的有遇过 好 我们刚刚讲那几种各式 啊 比如说光害也是 声音 声音刚刚有讲太吵 声音太吵里面 还包含 几种声音 店里面常出现几种声音 第一个呢 就是 像以前便利店好了 会被抗议啊 那个晚上大夜的时候叮咚叮咚 或者是全家 那个我不会哼啊 全家进门都是有音乐的 对不对 那个都是会被抗议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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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噔噔噔 对不对啊 那这个都被抗议过 哎你一整个晚上快睡早 然后我想了一下 快睡早就想一下 你会不会想疯掉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大夜啊 在上班的时候 他为了提振自己的精神 把音乐开很大声 而且是热门音乐 这个 这个以前都曾经发生过 那或者是 那个 员工啊 或者是你的顾客 因为你这个地方还亮灯嘛 他们就在外面 聊天 讲话很大声 那这个都是影响别人的 那还有一种噪音 是机器设备的噪音啊 那那个噪音就是像 像你的冷气啊 冷冻能藏设备的室外机 那他是不是还会吹热风 对不对 那这些人其实都会被抗议啊 啊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是光害 光害也会抗议 招牌灯 招牌灯太亮 让二三楼的人啊 都睡不着 也会有 好 那以上种种就是我们要去看到安全法规 甚至你厨房里面的厕所 设置的位置 跟你的工作区啊 其实是要分开来的 好 此外像预算啊 也是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考虑点 预算不在乎你有沒有钱花 而是做这个生意你应该花多少 你们发现这是两种概念 对不对 每个人都吃得起早餐嘛 那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花一千块 一个人去吃早餐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 你的预算多少 我讲的是这样 大概都是一千块的餐 我相信现场的人都吃得起 那问题来了 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需要这样 或是有没有必要这样 那以开店来讲 我们就是要斤斤计较 就是各种的预算花费 底下呢 我就不一一再去做 后面的这种解释 因为这些 我刚刚讲就是 它是被归纳出来的实作经验 而不是理论 被归纳出来的实作经验 墙壁 有墙壁 有墙壁 天地壁 那它都有很多美角在那里 真的有非常多的美角在那里 那 后层格局规划 不就是这几型嘛 对不对 背对背啊 面对面啊 直线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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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室一条 像这个图面上 这个就是背对背 也就是说中间走到两个 靠两边是工作台 那面对面就是中间是工作台 所有操作人员 就是像类似像这个客人也是 箭头的话这个客人 跟这两边都在操作 那种 这种叫做面对面 直线室的就是一条 那大家都是在同样一个面向 那后面这里可能是那个 那个边箱跟走道 对不对 那这直线室 L型呢 就是换一个L 那L型呢 其实 有时候会故意规划怎么L型 那就是单电啊 它本身兼具两个功能 一个是呢 母电 就是它 我们有时候开电了 会有所有的子母电 子母电这种形态啊 它就是说 一家母电 大型 比较大型的电 它要生产很多半成品 同时提供给附近的几家 店家来用 不见得这几家店家 它的面积会更小 不见得 有可能这个母电的位置是中心点 对不对 它不会很偏 其中有一家电 一家子电 它可能在很偏的范围 那它虽然有空间 但是不太适合当母电 这样 母电它有一个状况 就是它业绩是高的 它才有办法请这么多人 对不对 请这么多人 同时它会制作一些紫电要用的半成品 那所以L型里面的 这个直指的这一杠 代表它比较长 它代表就是生产很多半成品 提供给其他地方 那L型的这一杠 就是横的这一杠比较短 那这一段是拿来干嘛 就是生产 我们自己店里面的东西 其实L型的规划很多是拿来做这个用途的 所以它一条线 从原物料进来生产完之后 生产完之后 那接着呢 它就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送到生产的这一家店 我们店这里 他们自己使用 另外一个是绕回来 就是放在另外这边的冰箱 然后到时候出货给其他家店 有没有发现 这个餐饮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妹妹要去处理 只有这个地方 再解释一下 高度寬度长度 这个我是讲过100次的例子 但是就是实际发生过的 因为我们所有后厂设备 其实你注意看 它都是铁座不锈钢的 我自己搞过那种乌龙 前厂进后厂的门宽 留82 然后你知道上下四门冷冰箱 最最薄的地方 这样横的让它进去 最窄的地方是85公分 你觉得它进得去吗 把死也进不去 怎么桥也进不去 一定可以到啊 就是搞不进去啊 门是水泥做的硬的 然后那个铁座也是硬的 你怎么推得进去 它是差两公分 怎么办 拆一门啊 不然 就是把那个前厂进后厂的门拆掉啊 寒门框 是不是86 对不对 那这样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不要马上装起来 门不要再装起来 直接做一个推门 因为有一天 有一天 还是要推出来 你不要那时候要敲一次门 招谁就谁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要注意 因为所有的设备啊 它都有一定的长宽高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所有的设备啊 只要是冷跟热的 这些所有设备 它都有散热空间 那这些呢 你一定都要去预留出来 好 那接着我们开始 再谈第二项管理 门市的管理里面第二项 就所有的这个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主要谈的也是四项 就是第一个是正确实用设备 第二个设备基底保良 然后再来是故障排除 正确报修 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一项叫做修理设备 没有对吧 对 没有人要你修设备 这样懂 没有人要你修设备 可是呢 你要会故障排除就好了 举例来说好了 比如说冷气 正确实用呢 就最简单的 假设你的场域里面 它的面积算一算 设计师 或者那个 给你设计两台C点式的冷气 那结果呢 在那个 尖锋时间过了以后 你就老是把一台关掉 把其中某一台的冷气关掉 那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真的省电吗 答案不是 这种情况通常就是越糟糕 就你的电费是更高的你知道吗 你说我关掉一台电费 对 因为 因为你这个场域既然它有两台才打得冷 以下的冷气大部分都是变频的 那它只要到了 它去压售机 它会停止 它自己会休息 可能它冷气还是在吹 它只是前面的风扇在吹 可是它压售机是停下来的 那这种情况底下 它才会做到真的省电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只开了一台 它是永远打不够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的电费就不要高 所以正确使用设备 这件事重要的 因为很多我们的错误观念 反而让这些设备 使用的寿命降低 那第二个是基本保养 基本保养 基本保养 其实就是做到清洁擦室上游 这三项就好了 就没有要更多 清洁擦室上游 然后再来 第三个 部障排除 部障排除 一样拿冷气当例子 冷气不能 冷气不能 你要做检查的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当然看滤网有没有洗 对不对 你滤网没有清没有洗 那当然 你就不能 你说都要洗 那这时候 再来看 就是 你的 比如说 你的那个门窗 环境 有没有密闭 那这件事情也是重要 你如果没有密闭 你怎么错也不会 对不对 那再来 正确报修 你知道有些冷气 是水冷室冷气 那水冷室冷气 如果不能 你第一个要找的是什么 一般都回答很专业的 有没有漏冷煤 其实冷煤有漏 冷煤是臭臭的 如果有在漏冷煤 其实你会闻到 你知道 有时候会闻到 如果管线是在室内这一段破 那个的话 你是闻得到的 有一些不好的味道 这样 好 那 那 呃 我们讲说 冷气不能 其实如果是水冷室冷气 你说应该看的是什么 冷却水淘的水没有上去 一看 哎果然是没 水没上去 水没上去 最容易 产生的联想是什么 可能加压马达 加压马达本身坏掉了 这是最常发生问题的那个点 好 那这时候 加压马达本身坏掉了 请问一下 你要叫水电来的最能 叫冷气 应该是要叫水电的 冷气的来 他要告诉你 你要给水电了 因为 因为水是他 水电那里要负责给冷气的 你叫的时候 现在手机很方便 你要不要先拍一下 你是用哪一颗加压马达本身坏 请水电行 顺便把那个料带出来 真的坏掉就换掉 对不对 是不是就结束了 而千万不要就是 我水打不上去 然后那个水电人来以后 他就说 对对的 你的确是加压马达 毁掉 但是 我今天还要跑三场 我没有带加压马达出来 我明天再 请问一下 像今天太阳这么大 没冷气 你是要怎么做生意啊 对不对 是不是生意就完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设备管理里面谈到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 譬如说这边有维修记录表 甚至于你还会有设备点减表 这些说很多东西 这个设备管理 商品管理 其实门市里面商品管理的药项 很多 很多 那它的内容其实是相对多的 就是在商品管理的部分 那但是呢 我们就简单讲几项 让大家有一些概念 那分两个面向 我分两个面向去讲 一个就是商品管理里面的 那个四个批 那四个批如果你在那个 行销学里面你也会看过 就是我提到 我们这边提到这四个批 只有在那个Place这个地方 其实在行销里面 这里谈的是通路 对不对 但是我们店里面 没有说的通路这件事 我们谈的是Display 就是它陈列的部分 好 那当然你说啊 还有市锡啊什么 反正 我们店家的这种管理啊 我们不是在跟你谈行销嘛 我们就是借用借用这样好不好 那产品里面呢 我们谈这个 认识 就是谈三个面向就好 一个认识商品 一个介绍商品 一个介绍商品 一个是面销商品 那什么叫认识商品 认识商品就是认识商品 可以吧 那个所谓认识商品呢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有使用经验 如果你对商品有使用经验 那就是最好的认识啊 那当然你使用过了以后 同时呢 你又对于很多商品的特点啊 你会记得的话 那这个要让他记得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有一些商品的基本介绍 一些说明啊 或是使用说明这些 你真的看不过 那这个时候你对商品 是不是有比较深的认识 对啊 那但是这个对餐饮跟烘焙业容易 为什么 因为餐饮跟烘焙业 认识商品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就吃啊 不然 你吃进去你就 你不是就知道 但是酸甜苦辣 你就全部都知道啊 这就是认识商品最好的方法 简单易懂 就吃 好 可是有时候吃 不是一种那个 一开始听到吃这个字的时候 其实 我们以前的工作生心里都窃喜 知道 因为这家店的面包本来就很好吃 他们早就买过了 然后一听到说 店长高达 要吃所有东西都要吃过 两个礼拜以后要考我们商品知识 以为是美猜 好猜事 那个 当他开始吃以后 他就开始扁脸 为什么 两个礼拜是不是14天 那我们店里面的品项 140项 蛮准的 那请问一下一天要吃几项 答案不是10项 因为两个礼拜你是不是会修4天假 所以一天要吃14项 才吃得完 好 一开始还没有吃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快 然后 那个报道 到后厂 师傅这边 师傅就说 你们是不是要试吃商品 对对对 然后呢看现场那个 面包刚烤出来 这一项刚新烤出来的是 一些台日式面包 就是最传统那些面包 波罗面包 超香 对不对 好 这师傅也很大方 来 两个人到当 就是一颗面包切两半 来 先试吃这个 好吃好吃 客人刚好早餐没吃 好 肚子还饿了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有 红豆面包再吃 我都是讲传统面包 对不对 然后呢 吃完以后 嗯差不多 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再吃另外一个 Cream 再吃进去 吃到一个半的时候 其实已经拔了 已经拔了 可是师傅又切了一个葱面包出来 就是该吃还是不要 不要吃 还是要吃 对不对 好 结果吃了两三天下来以后 他们就发现 会有职业伤害 会有职业灾 职灾 所以 所以那个脚胖 一定会变胖 好 认识商品 他其实 可是你吃过 又看过那个 文件 商品的一些介绍文件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对于商品的了解跟认知 其实就很深刻 知道吗 可是有一个行业 不太容易认识到所有商品 你只能真的靠 研读啊 就是零售业 你是不太可能店里面 3000种东西 你都真的去体验过 这种几率比较小 好 比如说男生 你没有办法去体验一些女性用品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 你怎么使用 不知道 但是你也只能透过了解 这样去 去那个 认识嘛 对不对 好 那接着你要介绍商品 你要有办法 顾客问的时候 你要有办法介绍 介绍不是把整个 你知道我背的很熟 整个吗 背出来 那不是客人要的 你必须要去判断 介绍这里就会牵着到客人 客人想要听什么 你就介绍一个给他就好了 对不对 最后 介绍完一定要加上一个面箱 所以 有些人厉害的 是介绍完之后 客人就直接马蛋 甚至还加构其他关联性产品 这个就是面箱的效果 可是呢 有些人就是介绍完之后 客人就把东西放回去 对不对 他放回去可以 在我们字典里面放回去可以 因为我已经跟他介绍另外的替代品 替代品的价格更高 而且对他来讲才是更需要的 这样才会做到那种顾客满意 不是吗 好 再来价格 价格的部分 我们谈的是你的商品定价 到底是高价还是低价 还是普通 这个跟你的品牌有关系 你今天成立这样的品牌 以及你品牌打造的这个形象 会决定价格印象 那从这个价格印象里面 你去做商品的定价 这个是有必要的 那另外一种价格 我们要谈的是竞争面价格 也就是说你的竞品的价格 到底是在哪一个范围里面 去做那个竞争这样 那这两种你都要去知道 所以我们重点 这边谈到 为什么要先谈产品再谈价格 其实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比价格 我们只能跟人家比价值 对不对 价值 好 所以你除非认识商品 不然 你没有办法好好说你的价值是什么 OK 那接下来看陈列 陈列是零售业才会用得到 这边出现一个专业名字叫台帐 我相信现场 上过我的课 你可能会知道台帐哪个字 不然你就是有尝试过便利商店这个行业 那你可能就知道台帐是什么 台帐就是每一台货架上面的商品成类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台货架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每个位置要摆什么东西的那张图 我们称为台帐图 就称为台帐图 所以台帐其实是零售业里面的最核心的know-how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请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多做一些认识跟了解 那再来一个就是促销 那门市促销 它原则上分三大类 一类是全店促销 一个是所有的商品促销 还有一个是单店促销 那这里就点到这边就好了 就不要再往下讲 因为单单行销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有一些内容的延伸 那促销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损益的试算 每一档的促销你要去计算损益 有时候你促销只是做爽 人家说做身体健康的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发现尤其是饮料咖啡 最喜欢做的一个促销是什么 第二杯半价 对不对 第二杯半价 你知道第二杯半价你的代价是什么吗 往往这个代价往往是你的营业要提高 就是一倍以上 才有办法获得相同的毛利 你听懂吗 就你的业绩要成长 你没有成长一倍以上 其实是没有办法 cover 原本因为你降价的这个损失 这个利润 它直接伤害到你的利润 所以这种降价促销 有时候真的要谨慎去做 不是说你要做你就跟着做 好像听起来很顺畅 你就照做 天哪 你都没有去算乱看 这样到底划不划算 划不划算怎么算 就是损益失算 你就是要做一些促销的损益失算 你知道失算也做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干嘛 好 我们往下讲 商品的 门市商品管理里面 我们谈定进销退存转 转货就是调波 对不对 那这个是门市里面会操作的那个门市的账户的这个流程 你会订货 订货之后你会进货 进货同时你要去做进货验收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你要做销售 然后再来退货 库存掉波这些动作 那这些动作都是门市产生的 可是门市产生这些动作的同时 其实你要知道 总部他其实就是规划出规划过这些事情 才会产生这个 所以旁边箭头这边写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总部的规划 总部的总部操作的内容 单单一个订货你看 总部他就必须要建立公司商基本资料 商品跟食材的基本资料 然后呢 采购流程跟采购办法 这些都要去做 甚至于供应商管理 这些也要去做 所以他内容就多 非常多 我们以前在总部当采购就知道了 采购的整个工作内容里面 有一大半是为了做这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进货验收 验收流程 进来之后门市的厨房的这个 储位管理跟温度管理 先进先出的原则 先进先出这个就比较是现场 可是你知道吗 先进先出这件事情 也有在总部这边要操作的 因为你很多原物料它是有批 批号的 甚至于就是有价格上的这个差异 前一批货跟后一批货有价格上的差异 那所以你一定要去 也要去控管所有的进货 到底是哪些 总部也是要去做 好 这边就提醒这样就好了 后面我就先不讲了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门市单品的这个ABC分析 就是谈所有ABC跟SABC 因为这个近几年会谈的比较多 这个其实是早期 零售位这边才会谈这个 可是现在其实餐饮业里面也都谈这个 而且一开始谈这个ABC管理 是日本那边的顾问在谈的 那台湾的很多的零售 其实在早年 就是大概二三十年前那时候 比较精准的看 大概三十年前那时候 主要的know how 其实是来自于 那个 美国跟日本 两个地方 然后渐渐的 美国这边视为 美国联寿反而没有做的日本好 后来大概在 二十年前左右 那时候几乎就是日本主流 就是以那个联寿的管理来讲 我们讲管理不是只流行 管理的部分就是 大概就是日本那边主导 其实也是有机可循 大家知道 SAMRI那本原本是哪 哪哪哪哪个地方的公司 是美国欸 美国南方公司 可是呢 日本那边他们是不是开7-11 对不对 看它开 越做越好 好到最后是怎样 把美国的南方公司的7-11 这个整个品牌 买下来 所以现在7-11 变成是日本公司 这样知道吗 那代表一件事嘛 就是 零售这件事情 在那个年代的发展的过程 其实 日本的发展是比美国好的 那 台湾这边当然就很受 日本跟美国这边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只要是 美国市场或是日本市场 那边流行的 或做的一些事情 它其实就是一个领先指标 那接着5年后 可能5年后 10年后就会在台湾这边出现 他们的进化水平大概是这样 那 那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个就是 每个地方的 每个国家的这个经营的结果 就告诉我们这样 那 在通信 电信 或者硬体的这个设备的部分 尤其是 就是 线上支付 以及 这种外送平台这些 大家知道吗 这个在大陆来讲 大概 比台湾先进差不多 7年到8年 其实台湾现在的状况 大概就是 大陆七八年前的状况 我们在 电子支付 外送平台这些 大概就是 差不多这样 如果有跑大陆的人 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是这样 但是 这个有好有坏 我没有说 我们在使用这些 是 就是 绝对的好 绝对不好 原因出在哪里 你要知道这种 金融的支付的这些体系 在大陆的这种状况 他们是只有国家能做 国家有几个 几家 就一家 别无分号 对不对 所以他所有的金融体系 其实全部都是 国家在控管 所以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有没有什么 竞争可言 没有 那 当规范下去以后 什么叫光性力 光就是国家 不是吗 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 他的光性力 是来自于 现在就是 整个 整个全大陆 都这样在使用 这个就金融体系 在背后支持 就是 整个金融体系 就是国家的 就这样 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看台湾有多少种配 是不是都来自于不同的民间机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一个 自由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市场 有好有坏 好处就是说 你 你只要有想法 你就可以创出 任何的配出来 问题来了 坏处呢 就是 整个市场的量体太小 那 又众说纷纭 已经整个 整个台湾的 这个消费 本来 地方就小 人口就少 所以 它能有的消费力版 就有限 那你又把它分成 现在都已经数不清楚 有多少种配 对不对 你看 那又把它全部分开 那当然 就会限制到它 发展 必须要去建置建设的 所有的这些硬体内容 因为它量体太小 电信也是 电信通信这些都是 你没发现吗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家电信公司的时候 任何一个地方的基地台 就一根就够了 对不对 就一根就够了 你不用在基地台的地方 你搞了七八九十根 放在那个地方 整个一堆 基地台的 接收 跟船 塑造的 那个点 这个就是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我会说 我们不能只看 那个发展的 表面 去 去告诉你说 怎样才是对 怎样才是错 好 那这个 这个有点扯远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AVC 分析的部分 其实 它就是一个排行 用套一句江湖术语 有江湖就有恩怨 对不对 有恩怨就有厮杀 有厮杀就有排名 那在整个你店里面的 产品江湖里面 这么多的 众多产品 我只是 这品名什么这些都不要理他 其实就是拿来 做一个说明而已 譬如说 因为这数量都是 我自己随便乱敲的 好 那 简单的说呢 就是 我们把 把 你店里面卖所有的品项 按照 你会发现 这里是按照销售金额 单品的销售金额 来做一个排名 对不对 这是一天的销售 一整天的销售里面 譬如说业绩大概10万块一天 那 那你 单单这个品项 他就卖了1万块 对不对 卖了1万块 所以他 金额的占比 占百分比是不是9.5 对不对 那第二个品项 他用占9千块 是不是又将近9.03 对不对 那这里就是累积 9.5加上9.03 等于18.53 第三项 熟布丁 他卖得很好 他卖283个 可是他贵 所以他金额就到 6千多 所以6.29% 对不对 那18.53加6.26 6.26% 等于24.79 解释完这个 解释完这个 接着我们看 这个叫累加 一直累加到这个品项的时候 它是不是 营业的占比到48.83% 再跳过去就52.88% 意思就是说 从这条红线往上这些品项 它的销售额就占我整家店业绩的一半 那有没有发现 我只有卖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个品项 我就有现在业绩的一半 那有没有发现其他的都是陪衬 对不对 依此类推相同的道理 累积到这边叫做四分之三的业绩 就75% 对不对 那累积到这边就是90% 九成的业绩 后面这些是不是该死的 这品项删掉其实有没有影响到大局 告诉你 真的不会影响大局 你全部砍掉 你说原本在买这些的客人来店里面买不到会怎样 你觉得会怎样 有两个方式 一个可能就走掉了 对不对 你有可能有业绩损失 但是你又没有可能 这个客人买不到这个 但是我店里面还有很多大部分客人喜欢的东西 他其实就会找到他要买的替代品 或许跟原本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譬如黑糖膏 没就没 你硬是要设黑糖膏就没机会 对不对 可是 反过来来讲 那你可不可以买那个 譬如说 买那个Project 或者是水晶蛋糕去吃 也可以啊 顾客没有这么强烈的执念 我不吃这个不行 对不对 那他就买别的 那你跟他介绍两种 他有可能买一种 有可能会变成买两种 那排名越前面的是不是销售越好 其实又代表的就是那个口味是更多人喜欢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介绍出去的时候 那种把握度 心里的把握度其实是更高的 你有没有发现 好 所以不见得你全部把它砍掉 你业绩就只剩下90% 不会 原本业绩10万 不会因此就变成9万 顶多可能变成9万5 9万6 9万8 我告诉你 按照我们的经验 你把后面这些处理掉之后 业绩通常会提升 很妙 业绩通常会提升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货架上面 有一种情况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不好卖的东西占了整个货架的时候会影响观感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看过去整片都不好吃 就很多不好吃的 有没有发现按照品项数来看 这里是不是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品项数 因为三分之一的品项看起来不好吃 你又想想看这影响多严重 就看过去整排 那个 不好看的 占了三分之一 的概念 那就很惨了 可是如果 你把那三分之一都删掉 整理看过去 诶 占 几乎全部都是好看的 好卖的 好吃的 这样 那是不是反而刺激顾客的实力 对不对 概念就是这样 好 那ABC跟SABC 差别就是在于说 全品项就是品项很多的 或品类很多的时候的比对 我们就分成四个族群 可是如果你是单一个分类 我现在 这个小分类里面的品项数只有五项 那我去分成四个等级 有意义吗 没意义嘛 那我们就切三个等级就好了 ABC就好 中中的跟不好 就分成三个等级就好了 这样 那至于为什么在ABC 就习惯用语而已 后来加一个S 就是Super 更好卖的意思 这样 其实那个 主要的概念都一样 好不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常听到80-20法则 不是吗 80%的业绩来自于20%商品的贡献 只是我们用这个法则把它切更细这样而已 好 那ABC分析里面 它其实有这样的概念 S级的商品 要 品项数要多于A级 要多于B级 要多于C级 意思是 这个的品项数要比这里多 这里的品项数要比这里多 这里的品项数要比这里多 所以我们发现这里 其实你也真的要砍掉一大半 好 好 那接着你可以用营业额 用毛利额 用销售量去做排行 金额 数量 然后呢 其实你还可以算出一个毛利 用毛利额去排行 也是OK的 这个是基本的 那 后面这个数量调整 就请大家参考 那商品管理里面 我们还谈到报废 报废这一项 那 嗯 报废这一项 谈的东西 就是 影响报废的原因 应该说 报废在餐饮里面有两种 两个 两种报废 第一种报废呢 是成品的报废 你东西做出来了 然后 没卖出去 这种比较会发生 这种成品的报废 比较会发生的是 在 那个 那个所谓的这种 零售业跟烘焙业 餐饮业也比较不会有成品报废 我东西做好 就是送出去就 就送出去了 其实我就是送打了 除非我端在 端这个盘子在装土 啊 弄倒了 弄倒了 那我是不是要报废的 因为它就叫做成品报废了 OK 那成品报废 当然就是用零售价去计价 那另外讲报废呢 是来自于半成品的报废 半成品跟原物料 那半成品跟原物料 它就没有品名 没有固定品名 它就直接你报废什么 就写什么 报废原因 登记 它预估它那个金额是多少 这样 好 也就是它那些原物料金额大概多少 所以这里是成本项 不一样 好 所以 两个 两个报废都是报废 至于后厂为什么会有这种报废 有可能原物料放在过期 要不要报废 要啊 有可能原物料受到污染 要不要报废 要啊 做东西做到一半掉地上 手残 要不要报废 要 烤面包 烤个贵会 张姓泽唱的 过火 就是过焦 那你要不要报废 要还是要报废 总之 这个都是生产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发生了Loss 那就 把它报废掉 OK 好 那 一样 我们在做商品管理里面 其中 就盘点是重要的 那盘点其实有 零售价法跟成本价法 这两种 那这个细节的部分 我们就在不在这边再花时间做说明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盘差 盘差 盘差有包含盘笋跟盘盈 这两项 那盘笋跟盘盈 指的就是说账面的价值跟实际的价值 实际的东西 好 简单的说 就是 我今天帐上 假设 我给你一笔钱 用钱大家就 马上反应过来 月出的时候 我给你一笔钱 一万块 好了 当零用金 然后给你一本账本 只要有人 拿这个零用金出去 你就要登记 对不对 如果有些零用金 会再补进来 补回来 那你要登记 对不对 是不是有正有付 好 一个月下来 我看你的账本上面记载 你应该剩下6521块 这个是不是叫账上金额 按照你登记的价价减减之后 6521块 好 可是 当我打开你的金库 去点你的钱的时候 点完 你怎么剩6000 那后面的521 怎么没去 对啊 这样叫做盘损 可是有可能打开金库以后 我给出难题给自己 结果发现你有7000块 6521块 减下来剩多少 是400多块 对不对 那这样叫盘盈 知道 实际值 比 帐上值 还多 那代表 一般来讲 就是你帐没记好 对不对 OK 所以盘损的定义 大家知道这样就好了 不管是 成本价法 或者是零售价法 其实都一样 帐上金和实际金的 之间是不一样的 这样 好 那接着我们知道一下盘点作业 它 通常会有一个盘点的目的 你目的是为了干嘛 其实 大家知道盘点的目的有很多种 很多种 一个是 那个 你只是 定期性的盘点 对不对 有所要这种 例行性的盘点 那 因为目的不同 其实就是 就有形成这种盘点种类不同 写在这边 有一种盘点是开葬的盘点 就是这家店刚开始营业 刚新开幕 新开幕 你就要开葬盘点 你知道我不是都有进货吗 你知道进货 跟 进货的那个 总金额 往往不等于 那个 开葬盘点的总金额 知道吗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你当初 开店的时候 规划 要跟厂商叫的货 是这些厂商 这些商品 假设你有十个厂商 叫一百个 品项进来 好 那 真正你 开葬盘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不只叫一百种东西进来吗 一盘点怎么发现你店里面的原物料 竟然有一百二十种 为什么 因为很多原物料是你没料到 就是没算到 当初你在计划的时候 其实 往往没有办法那么周全 然后呢 你又指明说 我们这家店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 是不是变成 有太多原物料 没叫到 你觉得要怎么办 他就拿零用金去买 去买了 去买了之后 这个是不是原物料 是啊 到时候会不会盘点 会啊 只是他是用零用金先去买 那可能这一个月 或算在费用帐 未来你继续要做费用帐 也可以 但是你要不要盘点 还是要 最好呢 像这种东西 还是要把它算到成本帐去 才对 因为它就是原料嘛 其中某种原料 只是你当时没买到 只是这个原料 你可能是用现金支付 而不是用月节的方式进行 OK 这叫开张盘点 还有种例行性盘点 比如说月盘 或者是 你们是双月盘 或者是一季盘一次 也就夸张一点 半年才盘一次 就是 那这个叫例行性盘点 还有一种是 集合盘点 我就会觉得 店里面怪怪的 好像有少东西 那我就 赶快安排一次盘点 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这样 就有时候你觉得 奇怪 一年内变舊 点一次钱 要算一次账 这个叫做集合盘点 还有种交接盘 换店展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做交接 或直引转加盟 加盟转直引 那这种都是有交接盘 那还有一种盘点 是结束营业盘点 要那个闭店 不是打烊 整家店要关掉 那你最后你总是要点一点 才剩多少东西 这要结束盘点 好 那盘点前 你会这样准备 再盘差计算 然后这样可以 我就 商品管理 我就先讲到这边 因为有那个报废 然后有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那个 操耗 耗损的部分 就制作过程当中 他都会有一个制作人群 就是你正负可能5% 那有些 有些你就多放 有些你都少放 可是都在人群放的里面 那 例如说一盘菜打菜 你不可能打到那种 每一功课都弄得一样 他一定有个正乎误差是多少 容许误差 那这个容许误差呢 就会变成是 那个 如果你累积起来 一整月累积起来 是不是他就会变成 超过耗水 另外一个少耗 就是少于 我的标准耗水是多少 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造成那个 盘叉 就最终啊 原物料还是会多或少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盘叉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接着我们谈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谈人员的选域用源 我刚刚提到工作盘点 人力盘点 其实就是在谈这个 那其实这边提醒了一个事情 就是你到底是排班来排休 因为现在大概都有八天的班 八天的降 那有一种店长就是当好人神的 好人其实是相怨 得知贼也 那怎么说呢 你每次都是丢给员工 说 你们要说哪几天啊 自己勾一勾 勾完之后就是跟店长好的 最感情最好的那个人是最倒霉 谁叫你要是店长的妈记得 为什么 因为有 有难同当 当大家都勾完之后 最烂的班就是店长跟你一起上 你没有发现你是被波及的 对不对 那什么 这个叫排休知道吗 什么叫排班 就 这个这个月 比如说 这一天是要盘点 这一天是怎样 这一天是怎样 每天 该有任务的时候都已经确定 然后呢 就告诉你说 这几天这几天 画荧光笔这几天 进修 大家都不能排修就对了 那其他天呢 就是 八天假呢 你们自己可以勾四天 四天我帮你安排 再来呢 你勾了这四天里面 同一天已经有两个人修了 你就不能再修 规定很多 然后才丢给员工自己去填 这样我们是不是按照 业绩按照任务状况 去做颁表的安排 这样就是排班 所以想想看 你到底是在做排修还是在做排班 OK 好 人员管理里面其实有三大指标 大卫率和隔离跟理直率 大卫率谈的单纯就是 人员的数量 标配十个人 你现在少一个人 那就是 大卫率就90% 就是这样 什么是合格率 合格率又称有过占率 也就是说 你店里面 有四个工作站 那每个员工呢 都过四个这样的百分之百 假设三个员工里面呢 有一个过全部 另外两个都只过两关 那你是不是 200分除以三 就是合格率 你整家店的合格率就是66.6% 对不对 就是这样 这是合格率 那什么是离直率 这两种都 都 大卫率和合格率都高的时候 自然离直率就低了 那离直率一般我们是 是看那个累加的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好 接着呢 就是缺人怎么办 就刚刚提到 工作盘跟人力盘点完之后 那接下来你就知道说 空缺的那个部分 比如说你今天空缺呢 是副店长 请问一下 那你是直接找一个副店长 还是你门市里面 有没有什么正职的员工 可以把它升任上去 那你到底要选哪一个才对 就刚刚讲的那个方式才对 你应该是选一个正职 上来当副店 那这时候你就发现 那你再找一个正职 是不是容易 对不对 所以 当你缺人的时候答案是 验证新人也要做 教育训练也要做 为什么 新人进来你要不要培训 要 那这个新生 正职生上来当副店 要不要培训 当然也要 所以两种 培训都要做 这样 好 那门市营运 的SOP的建立 它其实是有流程的 它其实是有流程 那这个流程它就是先有表单 然后有流程有办法 这个 简单的说 就是例如说一个请假单 你一开始大家都用讲的 渐渐的 营业规模变大了 人变多了 你觉得大家都用讲的 就大家很不互相 对不对 老是那种早上六点 再请早上七点的假 七点你要上班 六点多你要请假 那你现在不是直接叫店长 本来要休假的店长来上班 那这当然不行了 所以就开始有所谓的请假单 那请假单出来 你是不是要规范 你要先有找到代理人 然后呢 接下来才能安排 那个 就是 休假 对不对 你才能有代班 你才能休假 那它是不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办法 然后 跑流程 就是流程上 所以 有表单有流程有办法 久而解释会形成SOP 那这个SOP呢 会拿来做训练 那在久而解释最后落到制度里面去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整个SOP 它其实是不断的在优化 它不断的在 在做新的这种方式在建立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整个门市营运训练里面 营运教育里面 教育训练里面 我们会认真去谈 那这里只是给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流程 那接下来门市账务管理的部分 门市的账务管理一般分成两个账 一个是现金账 一个是商品账 现金账 这边指的就是所有的现金 包含什么 营业额 然后那个 门市里面像有营业额 有找零金 找零金就是收银机抽屉里面那些钱 零用金 就刚刚提到临时去买东西 甚至于会有福利金 这些 好 那营业额是不是又分信用卡 礼券 货带付款 预缴款 什么这些等等 很多的这些钱 包括现在电子支付 其实都是 营业额的一部分 OK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钱 其实它都有一个进进出出 都有记录 那所有现金的管理 就是我们账户管理里面的第一项 那第二项就是今天的进货跟领料跟销货 有关于货的进进出出的管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门市账户管理这两大套的东西 那这两套的东西 那你就要制定一些游戏规则 简单说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提到 就是零售零售价 在零售价 在零售成本价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记录的这个方式 会不太一样 那除了那两项管理外 就是工作日子附带奖的 门市里面常常会有交接本 他们也可以把它正式 把它弄成一个格式 你去做check的同时 然后下面写交接 那交接有可能就写 顾客订单 有什么样的交办 对不对 那你早晚班 你至少要知道 隔天你翻前面也看得到 那这个方式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这工作日子是要保留下来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会记录你的营业的一些状况 譬如说今天外面有马路 或者是今天下大雨 人都没来 你就会记录在这里 对不对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 门市资讯管理 资讯管理的部分 我可能有一部分 我只是会先提到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表 有一部分我会跟下午 下午的那个 我们要谈的那个是 业绩的部分一起讲 因为它都是跟业绩有关 只是因为 因为这里刚好就是一个业绩跟 那个资讯管理的这种交接 因为业绩 你因为谈到业绩分析 对不对 业绩分析 是不是我们营业资讯里面的其中一项 对不对 那原则上我们 我们资讯管理 门市的资讯管理 是管理两大类的资讯 第一类的资讯 是营业资讯 营业资讯里面包含其中一个叫做营业额 就是营业分析里面的营业资讯 第二种资讯就是营业里面的商品资讯 你卖什么东西做成这个业绩 所以你看这个表 营业管理表里面 它是不是有出现业绩的分析的 品类的分析 对不对 这里有品类的分析 好 那另外商圈资讯 商圈资讯一般我们只注意到两种资讯 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商圈里面的顾客资讯 那另外一种资讯是商圈里面的 竞争者的资讯 那以上所讲的这些资讯 它都有收集分析运用跟保存 这四个项目 那这四个项目当然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内容 我们可以来谈 那这个就是我简单的 商店管理里面的六个要项的这些内容 跟大家做介绍 那后面 后面这边的这些例子 有关于营业管表跟这个例子 因为它是 它就 跟我们下午的这个业绩 这些的管理会比较相关 那所以那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没有上下午的课 这里是给你做参考 因为我这里也写得蛮清楚的 那如果下午有上的话 那这个部分我下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课程就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那 那现在是三十三分了 大家delay了几分钟 跟大家说抱歉 那下午我们是从一点半开始上课 那请大家一点半的时候再准时上线 那祝大家午餐用餐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